在與憲民國小的激烈競爭後 竹安國小拿下最後勝利 也獲得全勝冠軍 代理政黨蔡文藝得知這項光榮事蹟後 於是邀請校長、教練跟辛苦的球員 來享用美味的西式餐點 藉此鼓勵肯定竹安國小的優秀表現 第一來鼓勵他們有這麼好的成績 第二在兒童節之前 小朋友很快樂的兒童節 我想小朋友每年會更認真 更打拚 繼續把這個好的成績 可以繼續保留下去 在3月24的全宜蘭縣混合式的躲避球賽 得到冠軍 我們非常的高興 小朋友也很喜悅 那順便來這裡學一下西餐禮儀 校方表示即使學生人數減少 但球員反而更團結 致力於攻守技巧 尤其主力副隊長賽前受傷 更激發團隊的求勝意志力 防守還有默契跟攻擊都很好 因為我受傷 然後他們知道這個原因 然後他們就是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認真 是我們竹安國小 雖然人量越少 但是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意志力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很正向 那我們家長也感謝我們家長的支持 而竹安國小也將在5月底 建軍全國賽事 希望拿下冠軍 延續宜蘭優良傳統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